各位村民注意了,各位村民注意了 村西红的海峡人员下地说出过年号 现在已经被尬了 听到网络的村民 迅速到村民文化往场争斗 重复一遍 小七,过年号,赶回家 王奶奶,过 哆啦咪,好险啊 差点就说出那三个字 你好 外面这么冷,怎么不回屋啊 屋里太冷 我在门口暖和一下 外面的天气零下十几度 他却说在外面了 鬼是什么,在短信中没有体现 但是这个字眼往往象征着不好的东西 王奶奶可能是鬼 我们按照约定分别离去 我和宋人头,杨伟,范剑三人 一起去我家 因为我们是发小 所以回彼此的家中过夜并不稀奇 路上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 一个衣衫褣的人流着鼻涕 笑着冲我们挥手 他叫苏老六,是个傻子 他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 但是九岁的一场高烧 把他烧成了现在的模样 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九岁 所以对我们这些幼年的玩伴 记忆深刻 小时候和他关系最亲近的杨伟 担忧地说 苏老六嘴巴咧得更大了 哈喇子顺着嘴角躺了下来 他幼年丧母 只有一个酗酒的父亲 平常也不管他 所以他日常地吃穿 只有靠我们几家的长辈来帮助 我轻叹一声 上前拉起苏老六的手 现在的村中处处透露着诡异 正常人都不一定能活下来 何况他这个傻子 所以我想把苏老六带回家 和我们这些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待在一起 其他几位小伙伴心有灵犀 我们默不作声地一起离开 回到家中 母亲已经做好了饭 蒸的米饭 炒的青菜 熬了满满一锅的肉汤 汤里的肉 是 我们几人心知肚明 强忍着恶心 就着菜吃米饭 谁也没碰那锅肉汤 母亲有三高 已经健肉多年 但奇怪的是 苏老六也对那锅肉视而不见 就算母亲把肉夹到他的碗里 他也全部夹到桌子上 我们几人互相对视 眼中都闪过疑惑 饭后我们几人在我的房间聊天 我问苏老六 刚才你怎么不吃肉呢 人肉 嘿嘿 不吃人肉 我害怕 这句话使我们大感意外 苏老六作为村中的原住民 从喇叭里听到的应该是猪肉才对 他怎么知道那是人肉 我急忙捉住关键问题询问道 老六 你告诉我 今天下午大喇叭里说的是什么 嘿嘿 喇叭汪汪响 说下地狱 分人肉 我的脑中瞬间轰鸣一声 村里有人在规则之外 其他几人也想明白了这点 一时间难掩心中的激动 苏老六是规则之外的人 杨伟狂喜出声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巴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响动 母亲的声音也在此刻传来 这孩子怎么跑了 我赶紧冲到院子询问母亲 刚才有谁来过 母亲说 是一个叫胡贱人的孩子 说是来找你商议事情 可是突然就急急忙忙地跑了 我的眉头瞬间皱起 回到屋内 我和他们说起这件事有古怪 送人头摸着下巴说 为什么听到苏老六 是规则之外的人就跑了 规则说要保护规则之外的人 按理说找到了规则之外的人 他应该高兴才对 除非他本身目的和我们并不相同 此时的我 也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胡贱人的任务和我们相反 那他只能是变态噶人狂或者鬼 规则中说 人被变态噶人狂 或者鬼噶死后会变成鬼 也就表示死去的人 会以鬼的身份重新活过来 大家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他又说 下地狱被原住民噶死 噶死他的不是鬼和变态噶人狂 所以他不会复活 但同时也告诉我们 要小心原住民 不止原住民 也要小心归乡人员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胡贱人 也就是说 现在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鬼 或者变态噶人狂 有麻烦了大火